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量测的工具 就是游标卡池 那其實游標卡詞呢 可能沒有那麼好入門的 它不像我們一般詞直接量測呢 它有一些特定的規範 我們要去看一些精度 其實游標卡詞它所能量測的精度呢 是比我們的卷尺或是鋼尺呢 量測精度都還要來的準確的 所以游標卡詞它是一個高機密的工具 用來量測用的 但是往往這類的游標卡詞呢 不一定每個人都會去使用它 使用的時候不一定每個人都會去看它的尺寸 所以今天就是要來教大家怎麼去看尺寸 以及說它要怎麼去量測我們需要量測的物件呢 這裡呢我們要怎麼做呢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那今天所要介紹的呢 是一般傳統式的游標卡詞 那另外還有兩種游標卡詞 一種是負錶式的 另一種是電子式的 那這兩種呢我們在觀看的時候會比較直接一點 那今天就是要來教導各位 怎麼去看我們傳統式的游標卡詞 因為它呢就是我們一開始的游標卡詞 後面來去演化的 所以我們如果能理解傳統式游標卡詞 其實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那首先呢我們要怎麼去看它的精度呢 一般游標卡詞呢它都有量測的最小精度 在底下的地方呢 通常它都會寫上它最小的刻度是多少 那像畫面上我們看到呢是0.02 0.02呢它的意思呢就是兩條 什麼是兩條 我們要一個觀念就是 1mm 1mm的話是什麼呢 就是1mm 1mm等於0.1公分 所以是1公分除以10的那一個距離就是1mm 那1mm裡面呢 我們會再細分 細分多少呢 細分 100 把它除以100 所以會變成0.01 那這個0.01呢 我們通常我們比較常說的呢 就是一條 那所以如果是0.2呢 就是20條 以此類推這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從畫面上看到 這裡呢寫著0.02 0.02呢就是它的最小量測的精度 就是兩條 然後當然有更精密的呢 有辦法指它這裡會寫0.01 那0.01就是呢 它所能量測的就是一條 好最主要 我們在一開始要量測之前呢 一定要知道 我們的油膜卡子的精度在哪裡 這樣子我們量測出來的尺寸才不會錯誤喔 那這邊先讓大家去認識一下囉 接下來呢 是這個章節的重點 我們要怎麼去觀看尺寸呢 那這邊呢 我們從最底下的地方 好這一次我所示範的呢 是以公字的尺寸來做說明 我們從最底下的地方 我們會看到0到10 那一開始我們要看的尺寸呢 我們先從0來做一個基準 那假設我把它移動一下 各位看一下畫面 假設是這樣子 那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 它在18跟19之間 這個0 18跟19之間呢 它的意思就是 它的尺寸呢 是18點多mini 那這邊呢 一開始我們要先看是幾mini 假設我把它移動到這裡 20跟21的中間的位置呢 它的意思呢就是 它是20點多mini 那我們後面小數點呢 我們就要看下面這一排來去做觀看 所以我們很直接的可以知道說 一開始我們量游標卡尺的大尺寸的時候 我們是從0 由0去做基準 然後看0呢 它是落在 我們游標這個尺上面的哪一個位置 像現在是 26跟27之間 那26跟27之間 代表呢 它是26點多mini 還不到27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知道說 它的範圍是在 26到27mini之間 那裡面的小數點 我們要怎麼去看呢 其實我們如果是用鋼紙或 捲紙是量測不出來的 但是我們用油卡卡尺就辦得到 我們就可以量到 0.02 那再來 我們要去看說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去看呢 我們看這裡 0到 10呢 它被劃分開來 由0到1呢 代表它這裡呢 是0.1 那這裡是0.2 0.3 以時類推到0.9 最後是1mini嘛 所以 它0到1的 0.1之間又被劃分成 5等份 那5等份就是0.1除以5 那就等於是0.02 所以呢 我們更直接一點就是 每一格呢 就是兩條 那我們要怎麼去看它的尺寸呢 我們看完大尺寸之後 我們就要來看小尺寸 小尺寸我們就要去看一下 哪一個尺寸呢 跟上面的鋼尺呢 是做 切齊的 那我們從畫面上看起來呢 是 比較像是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是5這個位置 跟它切齊 那5的位置切齊呢 代表這裡呢 我們所量測出來的就是 26.5 那我們如果再 移動一下 假設是這樣子好了 這樣子的話 我們看到 這裡跟上面切齊呢 是6 6再過來3格 6再過來3格 這是什麼意思呢 好就是 其實我們直接一點呢 這邊就是60條 60條再過來 好就是等於66條 好66條 那這邊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 27 好27到28之間 好所以是 27.66 就是這樣的一個量測方式 好那這樣子可能一開始 大家可能會 比較不習慣 或是在看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 困難 好那沒關係我們就是 好比照這個方式 我們先用 0來做基準 0看完之後呢 我們知道大尺寸 再來我們要看小尺寸 就看下面這一排跟上面的 鋼尺的部分呢 哪一個刻度 是對齊的 那我們對齊之後呢 就是 以那個對齊的刻度呢 來做一個 運算 好那假設4呢 就是 0.4再加 我們看幾格 每一個是0.02 就是這樣的一個量測的方式 好那各位來去 試試看喔 可能一開始比較困難 沒關係 我們多看幾次 我們就會囉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外境量測 那通常外境量測呢 我們直接把 游標卡紙打開之後 這兩個平行的地方呢 我們就是在做外境的量測 像這樣子 我們直接去量測它 量測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尺寸 齁 那我們這樣子 量測出來呢 它是9跟10之間 然後 對齊的刻度呢 是7 齁 7點 7 齁 齁 72條 齁 所以它是9.72 齁 量測出來的尺寸是這樣子 齁 那這樣子呢 就是 我們可以很方便的 從這個面與這個面呢 來做一個外境的量測 齁 當然我們做長度的量測 一樣也是這個做法 或是厚度的量測 我們也是這樣子去做的 齁 所以 這個尺寸呢 外境 厚度 長度 等等的 齁 我們都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去量測的啊 這是我們 油標卡紙裡面最常使用的 是兩個面 齁 所以一般我們在量測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手 齁 把這兩個面擦乾淨 齁 避免它這裡有一些灰塵 齁 或是毛邊 會影響精度的 齁 那這邊讓各位去 齁 測試一下囉 接下來是內境量測 那內境量測呢 就是 我們從油標卡紙上面的 這兩個小爪呢 來去做量測 齁 當我們油標卡紙打開之後呢 我們就是從 這裡 這兩個面呢 來做量測 示範一下 齁 像這樣子 齁 就是做一個內境的量測 量測完之後 我們看到尺寸呢 它是73到74之間 然後 對齊的格呢 格數是 9 齁 所以它的量測尺寸呢 是 73.9 齁 就是這樣子 來把它做量測的 齁 那這裡一般我們會用在 內孔 或是我們有一些 齁 特徵 像畫面上看到這樣子 是凹進去的 我們就會用這種方式來量測 那量測的時候呢 一般我們會 稍微搖動一下 齁 因為這樣子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尺寸有沒有一樣 那一樣 我們在量的時候 一樣會把這邊 稍微做個擦拭 齁 擦拭完再做量測 一般弓箭呢 我們也會擦拭一下 齁 有時候會有一些 毛邊 灰塵的 會影響它的精度 齁 像這樣子把它量測出來 齁 這邊讓各位嘗試一下 齁 接下來呢 是深度量測 那深度量測 我們靠的呢 是優備卡紙 在移動之後呢 尾端的這個 細長的地方 齁 藉由細長的地方 與這個面呢 來做一個頂的動作 像這樣子 我們看到 我們從畫面上看到 我們手勢 是拿這樣子 然後 我們對著我們想要量測的地方 往下頂 齁 注意看 我們是移動的這裡 齁 用這個面跟這個面做貼合 貼合完之後呢 我們在 前端的地方 會得到一個尺寸 所以我們在量的時候呢 是 拿著 然後往下 用力頂 頂完之後呢 齁 記得 頂完之後這個尺寸 我們手要放開 不要去移動它了 齁 我們拿過來看 看一下現在的尺寸是多少 這裡我們所量測的是 12點多 12跟13之間 比較靠近12 所以它應該是接近12的一個尺寸 然後看畫面上哪一個是跟它切起的 齁 看起來是3 齁 所以大概是 12.3 齁 12.3這個尺寸 齁當然有時候如果要精密 精密一點的話 我們會這樣子量測 齁 邊量測 邊 調整 然後邊看尺寸 齁 這也是一個方式 這邊讓各位去嘗試一下齁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階級的量測 那階級量測一樣 我們這樣子打開來之後 我們要用 油巴卡紙的背面 齁 用這兩個面來去做量測 這要怎麼做呢 一般像我們有階級的 我們像是 車床加工的一些弓箭呢 比較常看到 有階級的 我們要量這 這個階級的長度 齁 我們要怎麼量呢 我們就透過油巴卡紙 先頂住這個面 然後用背面的地方呢 來做頂的動作 那頂完之後 它會被卡住 卡住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看尺寸是多少 齁 我們畫面上看到是 5到6之間 比較靠近6 那這樣子 看起來呢 齁 它是8對齊 齁 所以我們量測出來的尺寸呢 是5.8 齁 像這樣子 齁 這個方向 各位可能會更清楚一點 我們從前端這裡 齁 來做一個基準面 頂完之後 用後端背面的地方 來做一個貼合頂住的動作 以達到我們量這尺寸的一個目的 齁 那這邊呢 好讓各位去嘗試看看囉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購買須知 那我們一般 游標卡紙呢 是一個高精密的產品 齁 是一個工具 量這工具 那我們要怎麼去 選購它呢 會建議各位呢 買好一點的 齁 像是日本品牌的 齁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 游標卡紙 也是蠻有名的 那為什麼它會比較偏貴呢 往往是有原因的 齁 因為它游標卡紙呢 它的精密度呢 密合度都會比較好 齁 那我們量測出來的工具 齁 量測出來的一些 弓箭啊等等的 齁 精密度都會比較好 齁 那 我們如果有 不同的游標卡紙 你可以去評估一下齁 往往 精密度比較不好的 我們 其實拿在手上 就會感覺到說 齁 其實我們可能還沒 還沒量測 我們就發現說 它的精密度可能就已經有跑掉了 因為它的密合度不好 這邊呢 搖晃度比較大 那這樣子 往往 這種 搖晃度大的時候呢 會影響到我們量測的一個尺寸 齁 所以會比較推薦各位呢 齁 你可以考慮買日本製或德國製的齁 都可以齁 這邊是 還蠻不錯的齁 業界也是很常使用日本品牌 品質是還蠻有保障的 那這邊讓各位去參考一下齁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關於 游標卡紙的認識篇 齁 那這邊呢 齁 最常聽到的是 齁 其實 齁 大家可能都有看過游標卡紙 但是你可能 不一定會使用它 齁 因為呢 我們如果從 這個本尺的地方呢 齁 它是跟鋼紙一樣 我們是很直接可以知道 齁 但是比較不清楚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小尺的地方 齁 我們要怎麼去看刻度呢 齁 那前面的章節呢 有講的蠻詳細的 齁 那有興趣的可以回去再 齁 做個了解 齁 齁 那這邊你可能 看完影片之後你還發現說 你還是不會看 那怎麼辦呢 齁 沒關係 其實游標卡紙還有另外兩種形式 齁 第一種是 副表式的 副表式的話 我們直接拉開之後呢 我們一樣 我們本尺可以看 看完之後呢 齁 小尺的地方呢 是直接用 由 一個副表來做顯示 齁 它有100格 可以去做顯示 那這樣子呢 我們會更清楚更直接的 可以看出說 齁 它的 零點 小數點後面的 數值是多少 齁 當然你可能還是想說 那可是 副表的我可能還是不太會看啊 那還有另外一種 更直接的 齁 是電子式的 電子式的話 我們直接把游標卡紙拉開 它直接就顯示數值了 所以我們也不用去查看 刻度 等等的 齁 當然這一些都有一些優缺點 那齁 但是它比較 深入一點 那這邊就沒有在探討 會不會內 就在另外探討 那我們就看各位 你可能有一些 可能需要快一點的 或是說 你希望呢 你可以 齁 學會傳統式的游標卡紙 那你想要買一隻來 齁 自己來練習 就看各位的需求 來去選用合適的 游標卡紙龍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